HELLO 各位好 我是Helen柱 今天我们还是来继续解读这本心理学神作 自我 上期视频我们主要谈的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然后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个积极的自我意识 那本期视频我们主要来谈的是 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 为什么有些人会越错越勇 而有些人会中途放弃 那应该是因为这个主题化 涉及到动机心理学的话 它整个范围非常广 所以我需要把我要谈的东西 要批成三个部分 来跟你解答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的话就是 在我们自我意识里面 有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动机 在这里的话 你只需要记住三个观点就可以了 一个是自我效能 什么是自我效能 就是说我们的成功的信念 另外一个是可能自我 也就是如何看待自己未来的潜力 第三个就是自我意识 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能力 如果我把这三个理念浓缩简单化来 就是自我效能的意思就是 你的信念 那可能自我就是你的梦想 那自我意识就是你的反省能力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知识点 你记住就好了 我们以后还会用到 那第二个知识点就是要讨论就是 我们再把一个目标 变成一个结果或者完成这个目标 到底总共分多少步 那总共是这样的 第一步你要找个目标 第二步你可能要做一些原始的准备 你开始准备要做对吧 做完准备之后你开始要做 做的过程中你会对自己的行为 做出一个观察 然后你把这个观察结果 跟你的外部环境做一个对比 对比完之后 后来你会形成一个正向或者逆向的预期 那预期完之后 你就会产生一个情绪 好还是坏 然后最终做出一个行为调节 是要决定要做还是要放弃 这一套很复杂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想成为一个钢琴家 所以你要找这个目标嘛 你的目标是成为一个钢琴家 然后马上你就会开始找手去准备对不对 你准备你可能要买书请老师 或者是你可能要买一家钢琴 然后你慢慢就可能开始去练习 练习了一个月之后的话 你可能还会对自己做出一个评估来 OK 我现在是这个水平 那通常大家号一个月之后的话 他是一个怎样的水平 是这里 还是跟你一样 还是怎样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形成一个预期 这个预期会影响到你的心态 你的情绪 哦 我到底是适合弹钢琴还是不适合 适合的话你就会调节行 你就会开始调节行为 你会继续努力 如果不适合的话 你如果调节的不好 你可能就会放弃 简单简单 通不通俗 好 那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知识点 在了解了以上两个知识点之后 我们就来真正来谈 为什么有些人在完成一个目标的过程中 会越错越勇 有些人却会中途放弃 其实我们主要在谈的就是说 为了表现自己的才能的话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会把挫折看成是一种阻碍 因为它阻碍你去表现自己的才能 所以你就更容易放弃 而专注于培养能力的人 当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他更看重的是能力的成长 而不看重的是得失 所以当他面对困难与挫折的时候 他会觉得 哦 他是我的一个挑战自己的机会 所以他会去征服困难 让自己去更进一步的去成长 所以这是两者的区别 所以的话呢 你的梦想会帮助你去选择那些 你真正喜欢真正想做的事情 你的信念呢 会帮助你坚定你当初的选择 而你的反省 会帮助你去寻找你目标背后 更深层的意义 也就是那些非功利性的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 有些人他能够坚持的更久 而有些人会中途放弃 第二个就是你准备 初始准备 对不对 研究者发现 如果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 其实你更愿意花更长时间 去做准备工作 你愿意花更长时间去练习 去practice 而不计较得失 另外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你通常会在你的大脑里面预演 预演你成功的 最终成功的感觉 那个辉煌 或者那个兴奋感 所以这种预演 这种脑袋里面的预演 会帮助你在初始准备的时候 就积累很多信心 让你能够进一步的去完成 去走完这条路 那初始行为与观察行为 因为它的影响不大 所以我们略过不谈 那接下来我们就谈的是 与标准做比较 然后形成的预期 然后预期之后产生的情绪 因为这三个的话是循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结合起来一起谈 上期视频我们已经谈过来 就是说你比较的对象 会对你自我的心态影响非常非常大 所以当你在与一标准做比较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可能得到一个好的反馈 一个好的预期 有利益区 也会形成一个有可能是不利的预期 那这个时候它肯定会产生一个好的情绪 或者一个消极情绪 或者一个积极情绪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 当消极情绪产生的时候 它肯定会削弱你完成目标的动机 而积极情绪产生的话呢 它肯定会助推你完成目标的那个动机 所以当你如果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的时候 当你在面对不利的预期的时候 你就更加不容易形成一个消极的情绪 去破坏你的动机嘛 因为你相信你自己 你肯定可以做到别人那一个同样的水平的 因为你有这个信心 然后如果你是有一个远大的梦想的话 你也会去抵消这种消极的情绪 对你带来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暂时的挫折 或暂时的不达标 可能不代表什么东西 我的志向很伟大 我看的是更加远的东西 所以我会持续的努力去做东西 另外就是 如果你的反省力很强的话 你是一个善权于反省的人 你会去专注于你碰到挫折的原因是什么 对吧 你会去思考 为什么我的念了一个月 我的水平还在这边 然后比别人确实在这里 到底问题是在哪里 而你不会去专注在 我不行啊 我不可以啊 哎呀 肯定我要放弃啊 这样的心态上面 所以你产生的情绪的话 会更加的积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最后一步在做行为调节的时候 哇 影响非常非常大 一些行为的结果的话 都会来到最后一步 就是行为调节 那调节的结果 如果是你对期望很高 你有这个有利期望 你情绪很积极 你就会选择继续努力 去坚持去做 但是如果你可能这个时候 期望已经很低了 然后你的情绪也非常的消极了 你就会选择可能中途放弃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 其实在行为调节的过程中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的话 通常的话他会选择倾向于去相信 我付出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 所以他更倾向于去执行 去重复的再做 重复的再努力 另外你会发现到 如果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 也就是自我效能很高的人 他通常会去关注策略 而非得失 因为你本身并不计较得失 而你会关注策略 所以当你在做行为调整的时候的话 你会看 我在过去做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做的不好的 我反省一下 可能我要改变一下策略 调整一下策略的话 能够让我进一步的去做 把这事情做的更好 虽然我前面可能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调整之后 可以重新再上路 另外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当你在做行为调整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情况 就是你会给自己两个意象 一个意象就是 未来会很美好 我的梦想我要去追逐 这叫胡萝卜 吸引了你 我要努力 我不能放弃 另外你还会产生一个消极的意象 去吓自己 就是如果我不去做的话 我可能会破产 或者说我可能会失去很多东西 所以你会形成一个大棒 一个大棒会促使你 你还不努力 还不努力 如果你是一个有梦想 你的自我意识 可能自我的意识很高的话 你会产生这样的行为 所以你会去促使自己去调整 出正向的行为 去推动自己 去完成那个目标 所以这就是我 关于这本书写的 为什么有些人会退缩 有些人能见到到底 做出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其实很多内容我把它精简了 如果你真的要去读这么说的话 会读到你非常的头痛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实际的例子 研究论证 你要去读 所以我只能是把它简化成一个 我觉得更加容易理解的版本 然后展现给你 所以如果你对本期视频的话 有什么地方不理解 你可以在下方跟我留言 我会尽我所能做出解答 如果你发现我视频中有一些东西 可能说的不对 也希望你能够指出 然后关于这本书的话 我上一期视频忘了谈 我的个人的一些个人感想 所以我会补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本书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奠基之作 非常分大的好 然后里面的很多理论 确实是有事实依据 但是你不能完全就说 这里面讲的就一定是真理 对不对 因为整个心理学 还是在不断的演化 改善进步 而且它也只是谈了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谈 自尊啊 自卑啊 人为什么能成功啊 人为什么会失败啊 是这一个维度去思考的 所以你不能读史书 不能读史书 有的时候你看了我的视频 你也要思考一下 我说了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然后哪些东西是可以借鉴 可以结合自己本身 去修调整自己 去修改自己的一些行为 哪些其实是没有用的 那就把它放到一边 以后再来看 好不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订阅关注 希望当你遇到不可能的事情时 不可能给你一些支持与慰藉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